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立新闻网以及WHATCH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NONO 郭安允 我原本有點擔心說 因為特裝版的定價比 品裝版要貴上一倍 然後可是因為我們裡面的贈品 跟就是設計都很豐富 然後也很用心 所以原本有點擔心說 大家會不會覺得這個東西太貴 所以沒有人想要買或是什麼的 然後結果大家都說 他們覺得特裝版這個價錢很物超所值 就是他們覺得裡面設計的實在太棒 很豐富 很精緻這樣 然後我就放下心中的大事 我的造定師告訴我說 因為他有看了寫真集 他覺得我這次比較特別的部分是潛水攝影 他說那今天就是走一個美人魚的裝扮 因為剛好我穿的也是水藍色的樣裝 所以他就幫我做編髮跟頭髮的上捲度 就是走那個美人魚的路線 因為書名就是陪伴你的每一天 那我們從起床開始一直整個整天的玩樂啊 出去玩在海邊在攝影在逛街等等 然後最後有睡覺 那就是希望他們在看的時候 就像是我真的在陪伴他們一樣 就是真的每一天用男友視角的 這樣子的方式在看著我 看著這本寫真集 寫真最喜歡的 其實也是這一套耶 可是當然我們還有接觸很多水中攝影 或者是在沖繩的拍照 在街道的感覺這種生活化 可是因為在這個我們去自家民宿 然後拍的這一系列照片 覺得的確是凸顯了身材的那個效果 對啊 日本這個國家對我來說太有吸引力了 就是從文化文字書籍 電影音樂全部都是 像是我的女神就是安心奈美會 她是我唯一最喜歡的 對她只要來台灣看演唱會 我每一場都去 然後那時候選擇日文系 就是想要多一點 可以自己親身去經歷 不用透過翻譯 一開始也是警察 第一個警察找上我 然後後來我們就慢慢有配合 然後我就希望可以透過自己的力量 就是讓大家可能關注一些警察的事情 或是代替他們 然後宣導的正確的行為 穿了很多次的警察制服 對 粉絲都覺得很興奮 因為我就會每次PO文 然後我就會說我要來抓你囉 然後他們就會說 快把我抓到監獄什麼這種的 就是想要跟我開開玩笑 拍了警察的照片 然後我有一個值班員警的Mark在那邊 然後有些人是不認識我 可是他們就轉天那張照片 後來就真的有人以為我是警察 就是他們以為我是真的警察 就會說什麼我想要被這個女警抓走 可是其實這是我工作的照片而已 我其實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 可以被大家喜歡 所以這門寫生集就是我交出的作業給你們 希望你們能夠滿意 謝謝大家